嘿 每日经历神 嘿 接下来这一篇呢 是第十七篇 分恩寺 什么叫做分恩寺呢 原来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 不管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别人哦 而且也会被影响到 你知道吗 影响呢 有分为正面还有负面的 我们想想看 我们每天当中呢 是不是呢 给别人的负面的多于正面的影响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要呢 多学习 上帝耶稣的大爱哦 就像是保罗 他由这个属灵的福气 分给那些很多的信徒当中 他知道罗马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呢 非常渴望他 所以呢 保罗虽然没有见过他们哦 但是呢 他用一些的话语呢 去鼓励到他们这些 非常有这个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些的信徒们 当然呢 这些的 他所写的这些是新约中最珍贵的 也是最富挑战性的一本书 而我们呢 也应该要效法保罗一样的 将我们的这一些的正面的影响 影响给我们的周焦伟的亲朋好友啊 还有一些 你不管是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人 因为呢 分恩赐给别人是一种福气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在人生当中呢 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你给他一句的鼓励的话 就会带给他的很多很大的信心哦 就像是啊 每一位呢 也想将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支舞呢 能够教更多更多的人 相信这支一生最美的祝福 一定可以骗不到全球的 每日经历神